在下个礼拜台股如何观察 为什么如此重要 下个礼拜三本土期货即将要进行结算 会牵动行情的上上下下 而且呢6月29号台积电的除息 也让新加坡摩台指的逆价差变好大 这个主题我们昨天已经探究过了 会不会影响到下半周跟6月份的中下旬 赶快来看一下台指期 今天的进口数的空单 空单哦 发现到还不错耶 今天空单约率减少一些 但是不好意思请看价差 逆价差扩大了 下周就要结算逆价差还扩大 所以下周大牌还在往下 寻求一个支撑吗 选择权 今天的选择权哦 发现到看涨的买权在增加 看跌的卖权在减少 我好久大概有一个礼拜多吧 没念到这样的讯告 这是什么 这是选择权是正向发展的 所以我才大胆假设啊 连续11天的卖超的外资 11卖下周可能这个卖的金额会逐渐的递减吗 是不是有机会 外资的借券 今天借券的金额也没有像昨天那么吓人了 掉下来一些八大光股行库呢 加上今天连续11天的买超 可是得又说回来新台币 今天的台币哦 如果就正面角度来看 还不错 盘中哦 平盘现在这儿 开盘没多久又是强升 一度就在这儿 强升往下是升的 2.78角 这够多了吧 可是 亚港心态呢 不要让它升太快 你看 连续两天呢 盘中强升 到了尾盘 收盘前 都是往上踢扁的 今天呢 是扁了6.4分 收在31.226 对换1美元 所以到底升有利于台股 扁有利于电子 我可怎么来看待 还有一点 刚刚不是说了 金额布摩台纸吗 虽然它是在6月底 它进行结算 但是今天的逆价差 高达了4大点 台积电配息4块半 给大家 给股东们 它会牺牲掉摩台哦 6月份合约在结算的 6月29号的那一天 足足掉到 掉了2.5大点哦 所以摩台偏弱 会不会让盘 反正就是压着 涨不太动呢 建成请教一下 这些的讯号 您的看法 我想期货或选择选讯 有稍微没有那么空了 外资今天卖压 也没有那么像昨天那么大 不过呢 还是偏空的 我觉得外资呢 其实它有点担心 下礼拜台紫期要结算嘛 那下礼拜又有很多重要的大事 美国FED要开会 第一次决策 16、17号 到底都会说什么话 它也不确定 还有一个呢 就是希腊 昨天股市是涨很多的 但是希腊跟IMF闹翻啊 又在吵架啦 我跟你讲 希腊股市大涨了8% 结果呢 那个时候 本来跟再雪人跟希腊 坐下谈谈 谈的还蛮愉快 谈到一半 国际货币基金 爱门府火大拍桌子 走人不谈了 而且欧盟哦 主席还说 我们快没耐心了 你再不还钱 到时候就 你可能就怎么样怎么样 对不对 而且他们现在又发生一些挤兑 标普又把他的性贫 调降了 所以整个问题都还是 还是牵扯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下个礼拜来看的话 以台股我目前来看 虽然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但是你要上也上不去 应该就是一个盘整 那可能就是9191点 可能就9400左右 在一个挟幅的整理 那我提醒大家 因为变数很多 我也不知道外资的心态 会不会继续偏空 9191不要破 万一有破的话 你还是要做一个动作的 这个数字如果再破 真的太难看了 报纸都下标题 救一救 救一救 叫你救 你还没救 所以呢 宣哥来请上来 建成的言下 自己下个礼拜 还有 欧美股市的变数 它已经来到了 两到三个月来的低点 会不会影响到台股 是我们得思考的 可是话说回来 宣哥 你看日K是这样 周K再来一下 每逢十字必转折 那会不会多空 将在下个礼拜 分水里表个胜负呢 好 我解盘之前 我用上个礼拜的来解 上个礼拜我第一条 我们那个下周关盘 第一条我说 恐慌 恐慌感敌 自知死地而后生 恐慌感敌 就是上个礼拜我们说 这个礼拜要恐慌感敌 自知死地而后生 所以9191了 恐慌感敌是什么 一外资打压 二投资人自我了断 就是这样 这是恐慌感敌的原因 但是有死吗 没死吗 因为到了9191就跳起来了 这是第一 第二 我们讲的是下档9220 有强力支撑 920在为什么会强力支撑 你会只看到年线破了 9220是在这里月线 我们看月线 再大一点 再大一点 好 什么叫9220 这里叫做9220 各位应该懂 这一个是 大底 W底 没错吧 标准的W底 这样的底 撑不住这样的头 是笑话 对不对 各位你想想 这么大的底 上面摆一颗石头 说垮掉了 会吗 绝对不会 这个9220是很大格局的 大W底的紧线支撑 所以那个9191就是杀过头的 那马上宽起来 所以这个9220就具有强力支撑 所以现在可以印证了 没有 第三 那什么时候会长 我说六月第三周完成底部 六月第三周 第三周是什么 是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就第三周 这个礼拜是第二周 对 为什么这样看 我们看周限 我们看周限 为什么是下个礼拜呢 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是 10014 这是15年的历史高 对不对 12345678 没错吧 下个礼拜是第八周 那这个是ABC 3这是1 是A 2这是B 再来下个礼拜 就是第三周了 C 这样是MAC 对不对 ABC 空间叠够了 空间 这个长度 这个长度已经比这个长 空间够了 时间少一周 所以我说时间要拖到下个礼拜 我不是说会破底 9191已经杀过头了 他只要在这里完成底部就可以 他可以不破底 这是8周 8周 8周 这是太小了吧 同志们看到了 8501 这起长是从这里来 你从这里开始算 算到下个礼拜 34周 哇 所以到下个礼拜就转折来讲 就是第八周跟34周 这是可预见 这一段里面最低最高 这是最大转折 你能够看的 所以我们大胆的说 下个礼拜是最后落底 那外资的阴谋 他的打压也到下个礼拜 他到现在还不放手 还一万多口 是不是 所以说外资打的嘛 现货卖 没错 那个期货放空 但是下个礼拜三总要补了吧 那没关系 我们不用怕 嘎死他 对不对 他还胆敢晃晃就嘎死他 为什么 因为下个礼拜 屈原要讲话了 对不对 下个礼拜是端午 端午长假 同志们你们有没有发现 我们现在的心情 很像屈原 对不对 很像跳 很想跳蜜罗江 但是端午是转折 端午是转折 真的有转折变海 那这个转折 问题是 这个是八嘛 对不对 这是八周 这个是三十四周 对不对 八周三十四周 所以这里开始往上转 好 八 少折 十三 对不对 多 合理上八 八 八 就是五周嘛 下一个是十三嘛 对三十四来讲 下一个是二十一耶 所以十三最少就是说 从下个礼拜开始往上转 那下个礼拜最后落底 下下礼拜就是收半年线 收那个半年报嘛 对不对 所以 第四周就开始涨了 这一涨涨到中秋 端午变盘嘛 对不对 端午变盘之后 下一个不是中秋吗 是啊 都是节气啊 都是节日 端午 没有像七元时的 就能够活过来了 端午过后就涨到中秋 中秋干什么 秋收 对不对 今年就是靠中秋秋收 所以这个地方我就看起来 延秋收 已经倒数计时了 这个礼拜是忍不住 要先讲出来 不然应该是下个礼拜再讲嘛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到这个地方 所有的那个氛围都有了 我们回到月线 他为什么要回 要回撤这一个 为什么要回撤9220 不然 他没办法告诉我们 事实上这次老天告诉我们说 这一个是底 所以他一定要撤9200 说这个是底 这个是底 这个底有一个底的作用 这个底 这一个是底 你就可以看到这样 对不对 如果这一个是底 你就可以看到 你就可以看到这样 现在大家都没有人在讲这样 讲这个那笑的 对对 这是不可能 这大家太沮丧了 这行情太慢了 我只是事先讲 你不要来的时候 大家说 我看不了 是不是 因为什么 他这样上去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这一个底 以后到这里 你还看到这一个底 这个底 可以到16000多 以后你就知道 只是现在这个你没信心 如果现在外资 他是买超很多 或者他一张都还没卖 那我们要担心这个 他卖了 对他已经卖了 他已经卖很多了 他过去这一个礼拜 卖多少了 他还买那个T50反才过分 对啊他不但卖掉他的股票 还去给人家加空 对加空 所以真的到了摩台结算 你也不用担心了 因为他早就卖光了 我还是要特别的讲 我从抽买面 就这张图 我们底下用两栏 一栏用外资 一栏用融资 你就可以 我上去画 你上来画一下 一个外资 一个融资 刚刚宣哥所提到 这个礼拜呢 9191 他是那个恐慌的那个感底 就是那一天 你知道多可怕 集中融资大减50亿 贵买呢 融资大减20亿 加总起来就70亿 一天 所以大家都这样走 都跑了 对刚才波浪理论 技术分析看宣哥讲 现在我讲筹码就好 筹码好 很简单嘛 股票上永远要记得 就三方 三方人在买卖 要嘛就是外资 就是法人的代表 要嘛就是散户 蚂蚁熊兵的代表 要嘛就是公司派 我们不认识的人 对不对 就13个人在买来买去 对对 有人卖就有人买嘛 一定是这样 这三方卖来卖去 好那现在两个 我们已经知道了 一个叫外资 一个叫融资 对这外资在融资喔 他这个金额多大 三百多亿啊 当一天啊 他这个融资也是很强 你看这个曲线 你就知道 这个融资约是很高的 对 代表外资在买 散户也在买 谁卖 我们刚才讲嘛 有卖一定有 有买一定有卖嘛 对 那问号卖对不对 我们叫问号卖 那你刚刚说的三方 那那个第三方 就是公司派了 对啊 大股东啊 你打好再来 再好再来 现在再回来 一个多月以后了 来 外资是不是大卖 卖卖卖卖 卖了好几百亿了嘛 这个礼拜就好几百了嘛 对 融资是不是创三年来 最大减幅 是是 对吧 那他们变卖了喔 变sell 之前这边是buy喔 对 对不对 那谁买 问号买嘛 哦 所以我约略可以猜得到 第一个 八大光股行扩买了11天 所以官方一定在接股票 第二个 当时这边卖股票的 现在低接的公司派 你刚才三方 对啊股票不会不见 对 有买有卖 对不对 质量不变定律 对嘛 那所以我再讲一遍 一定要这个太重要了 这个外资买那么多 融资增加那么多 那你们怎么买得到股票 就是问号卖给你的嘛 好那现在这个问号呢 过了一个多月之后 差了一千点了 现在他们在干嘛 对 现在你们又把股票 卖回去给他了 对 那他又减在便宜了 对啊 最后他涨起来又大赚了 所以端午会不会变盘 所以这个问号最厉害了 对啊问号最厉害 那你要跟着问号走 还是要跟着外资走 还是要跟着融资走 跟问号走 OK谢谢 凯英师是需求学派的大师 对不对 他也做股票 而且听说他是少数股票大赚的人 他过市的时候留下一句话 凯英师 他说市场永远有第三人存在 讲得好 各位去讲这句话 他就留这句话 他也没讲谁是第三人 对 我想半天 投资本自己想 就是那个问号 那个第三人是谁 对 他讲的是上帝吗 不是啊 他讲的是价格机能吗 还是特定人呢 没有他都没有讲 他只是说你要相信他要死的时候 你们要相信 市场永远有第三人存在 就是陈隆讲的这个真谛 对不对 凯英斯呢是在你学经济金融 会计学 必学的学派 感谢宣哥做这一点补充 真的让大家思考看看 我再次强调哦 前线百分百 对于大盘的行情趋势没有方向 我们所提的都是专家的不同面下的观察 看技术看波浪看筹码 信不信您自己心中一把尺自己衡量了 还有真的这个也是需要衡量 天气真的可以热到影响到大盘吗 影响到我们亚洲国家的经济吗 逻辑怎么通呢 再加上好重要今天大日子了 很多的金融公司开了股东会 党党重量级哦 国大富邦台新 说些什么才是关键